来看一下天气 热带气旋法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 但它给印度和孟加拉两国带来了灾难 仍然在继续 在孟加拉国 法尼造成了9人死亡 60多人受伤 而据印度媒体5号的报道 截至当天 法尼在印度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3人 据报道 所有死亡案例均来自风暴登陆地点 印度奥迪沙邦 当地政府已经组织力量 深入受灾地区 尽快恢复电力和饮用水的供应 3号上午开始 法尼在奥迪沙邦登陆 被当地带去强风和强降雨 并造成较大的破坏 在奥迪沙邦普里地区 数百座建筑物被毁 树木电线杆等被狂风连根拔起 电力供应和通信被切断 超过100万人撤离